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30號星期二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王曉翔 中共中央政法委已落入習近平親信之手 但風險仍未消除 北京抗議烏克蘭國會成立友台小組 中烏外交現爭端 馬斯克說 世界需要更多石油和汽油 盧比奧批評美國批准和中共有晶片交易 反送中西灣可槍擊案紅仔餅被判三項罪名成立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二十大黨代會臨近 中共政法界高官紛紛向習近平表忠 其中套話冠話居多 而習近平親信王小紅一番講話 似乎透露不同尋常的信息 有評論說 中共內部角力仍然激烈 習近平仍然面臨風險 實際上 習近平為順利連任 早已作出系統人事佈局 黃小紅等已全面接管中共中央政法委 為在二十大順利連任並鞏固權力 習近平在關鍵位置上早已進行了系統佈局 《華爾街日報》這個月初引述專家評論說 最近的人事任命表明 習近平的權威仍然很強大 負責安全、宣傳和經濟的關鍵職位 全部由習近平這個派系控制 中國問題專家高薪8月26日也在《夜話中南海專欄》中表示 有跡象顯示 黃小紅和陳一新已經全面接管了中共中央政法委 高薪表示 黃小紅是習近平最為信任的人之一 重複建起就跟隨在習近平的身後 一路快速升遷 直至當上公安部部長都是習近平一手提拔 習近平此前去香港、去新疆 黃小紅都跟隨在身邊負責安保 有分析說 截至目前 為了排除江派的干擾 習近平針對公安、政法系統已經進行了幾次清招 周榮漢、孫力軍、鄧恢林、龔道安、傅政華等公安 政法系高官接連被拿下 而江派還要人物 原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 公安部長孟建柱也傳出被軟禁的消息 在中共二十大前高層角力激烈的情況下 習近平在拿下江派高官也不是不可能 高新引述內部消息人士說 去年11月黃小紅被宣布接替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 趙克志就沒有再穿過警服 更加沒有在公安部露過面 此後半年時間 公安部所有部級會議 無論是黨委會議還是部務會議 主持人和講話人都是黃小紅 今年6月下場 黃小紅正式接替公安部長職務 並增補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姜順志 在郭聲昆的陪同下 出現在中央政法委辦公會議上 當場宣布黃小紅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趙克志在政法委的兼職仍然保留 繼續以國務院領導人身份 兼任國家禁讀委員會主任 除了這項工作之外 趙克志在政法委分管的工作全部轉加黃小紅 主持政法委機關日常工作的秘書長陳一新 向郭聲昆和黃小紅共同負責 高薪判斷 由此可見 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實權 事實上已經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陳一新 和必須對其負責的新任副書記黃小紅兩人手裡 烏克蘭國會今月稍早成立友台小組 由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領軍 據外媒披露 中共曾試圖施壓梅列日科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要求見面 但遭到拒絕 梅列日科批評 中共正在試圖對外國國會發號施令 烏克蘭國會今年8月成立跨黨派友台小組 共有15人 由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領軍 25日與台灣立委召開了第一次線上工作會議 梅列日科在推特表示 雙方就應對共同的挑戰交流意見 烏克蘭與台灣人民十分堅韌 而且會繼續努力捍衛民主和自由的未來 對此 美媒新聞周刊報道 梅列日科表示 北京上個星期向烏克蘭駐中國大使館提出抗議 中國與烏克蘭之間一場外交爭端正在醞釀當中 梅列日科形容北京此舉為司徒對外國國會發號施令 他也披露在烏克蘭國會友台小組宣布成立前夕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范顯榮曾經試圖跟他見面 但被他拒絕 梅列日科在3月間曾經和幾名同事嘗試拜會范顯榮 就開闢人道走廊尋求中國的支持 但當時范顯榮也拒絕跟他們見面 他認為中共對烏克蘭的冷漠 為國會成立友台小組帶來了動機 他說友台小組成立之後 范顯榮曾經向執政黨人民公僕黨的黨內領袖投訴 所幸這些領袖並未向他及友台小組成員施壓 他猜測范顯榮擔心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訪台在烏克蘭發酵 促使烏克蘭也有代表團上赴台訪問 報導提到 很多國家行政部門受到邦交或者一中政策束縛 烏克蘭分析人士也認為 包括烏克蘭政府不希望中國在俄烏戰爭當中 靠向俄羅斯 因而對於公開挺台有所保留 而立法部門就有較多空間 民意黨議員友台小組成員之一索夫桑說 這就是為何他們要在不同層面 成立有台小組的原因 以免對行政部門帶來困擾 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告訴歐洲能源領導人 世界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 應該繼續營運核電站 同時大量投資於可載生能源 8月29日 特斯拉CEO兼最大股東馬斯克 在挪威斯塔曼格舉行的能源會議上說 我認為我們實際上需要更多石油和天然氣 而並非更少 但同時要盡可能快地走向可持續能源經濟 全球能源危機推動天然氣和電力價格 創下歷史新高 外界擔心整個歐洲會出現冬季燃料短缺 在馬斯克對當日與會的石油公司高管 能源分析師和政府官員發表上述評論之際 各經濟體已經從中共病毒大流行 早期的能源低需求期當中走出來 俄羅斯在烏克蘭持續的戰事 正在使全球能源供應更加緊張 馬斯克說 開發電池儲存技術是充分利用風能 太陽能和地熱能源投資的關鍵 他說我也提倡使用核電站 我們真是應該繼續發展核電站 我知道這個觀點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受歡迎 他說但我認為 如果你有一個設計良好的核電站 你不應該關閉它特別是現在 馬斯克星期一表示 現實地說 我認為我們需要在短期內使用石油和天然氣 否則文明將會崩潰 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能源處 執行主任法提克比萊爾就認為 將能源危機歸咎於綠色能源轉型 是一個危險的錯誤 他星期一表示 這種觀點讓俄羅斯撇清關係 被萊爾警告說 歐洲內部可能會因為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產生分歧 其影響超出能源部門 他說今年冬天將會是對歐洲團結的一次考驗 馬斯克說北海的海上風力發電和固定的電池組 相結合可以成為一個關鍵的能源來源 他說他可以在冬季提供一個強大的可持續能源 馬斯克還表達了他對出生率的擔憂 呼應了他上週末在推特上關於人口崩潰之憂的說法 馬斯克說 我認為民眾有足夠的嬰兒來支持文明至關重要 這樣我們才不會萎縮 8月29日美國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美國監管部門 批准晶片知識產權公司Alpha Wave收購美國Open5一案 指稱Alpha Wave與中國致路資本的合作關係 涉及美國國家安全風險 致路資本是中共國家級私募股權公司 扮演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整合推手 主要投資領域包括半導體產業鏈、流動通訊、 汽車電子設備、機械人同智慧製造和物聯網等 8月26日總部位於多倫多和倫敦的Alpha Wave公司 將其技術授權給晶片製造商生產晶片 並表示已經獲得所有的監管許可 包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這筆交易預計在下個月完成 成交金額達到2.1億美元 但這項交易引起了國會共和黨 對華鷹派人士的批評 其中包括頗具影響力的盧比奧 他主張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重新審查 與中國公司有關的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交易 2022年以來 盧比奧多次呼籲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審查Alpha Wave公司的交易 他指出智路資本與Alpha Wave合作密切 雙方曾在2021年簽下合同 允許智路資本使用Alpha Wave的技術 增加中國客群 此外智路資本還持有Alpha Wave一成的股份 盧比奧說 拜登政府正在辜負美國人民的期望 中共面對自己無力生產尖端技術研發的殘局 正在積極購買和攝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拜登政府未能阻止這個最新的銷售 再次表明他完全不願意認真對待這個威脅 美國的競爭力將會因此而受到長期的影響 對此美國財政部Open5Alpha Wave 智路資本與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 沒有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過去曾經對智路資本 採取強硬立場 2019年11月反修例運動期間 被香港警察以實彈槍擊中福報的 21歲學生周柏君 和另一名男學生被控阻差辦公 企圖搶劫等三項罪名 29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 全部罪名成立 兩人即時還押至10月判刑 人稱紅仔餅的周柏君 29日早10點多抵達法庭 在法庭前同親友相擁 有家人低頭抹眼淚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書記 也有倒庭旁聽 法官才缺時說 不認同辯方指 開槍警員正攻自相矛盾 指示法時現場有多人聚集及叫喊 有人罵警察 雖然被告當時手無寸鐵 但又走向警員 有關行為可能激發其他人 認為當時警員拔槍和開槍是完全合理 法官又批評 辯方指被告只是撥開警員配槍 沒有意圖搶槍的說法是強持奪利 紅仔餅28日晚在網上發文指 事發近三年終於有一個了結 百感交集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自己只能夠寄望身體能夠應付往後的壞情況 也都擔心家人的心理狀況 他表示會作最壞的打算和最好的準備 多謝這一段時間支持過我 照顧過我的人 麻煩你們那麼久 希望各位都身體健康遠離疾病 能夠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加油我都會撐住 2019年11月11日 港人發起全民三霸 周柏軍在西挖河被警察 以實彈槍擊中腹部 導致右腎及肝臟右側被子彈碎片割破 肝門靜默被壓裂 甚至心臟一度停頓 其後周柏軍和另一名學生胡子健 被控故意阻撓正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並企圖搶去警槍 周柏軍另外被控同日同地 企圖從警員的激壓逃脫 周柏軍早前表示 受傷的身體雖然可以慢慢康復 但槍擊案的陰霾 卻成為不能磨滅的回憶 他坦言 香港年輕一輩是被選中的一代 已經壓上前途和性命 去爭取本來應該擁有的民主和自由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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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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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